24 然後面的話呢就是地址合併 後面的話資料庫的話2007是ACCDB 那如果說你是2003的話呢那就是MDB 那我們兩個其實都可以了 我用那個新的2007的 版本 那如果說你擔心說將來這個 你們這個部門裡面還在用2003的話那你就存成2003的格式 會比較 不會說你把資料庫給人家人家無法開啟這種問題發生 OK 那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他就會在這邊按一個建立 那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庫了 不過資料庫裡面 預設在常用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常用 在建立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做建立 資料表 建立資料表 我們現在呢因為資料 在Excel裡面 所以各位可以在 外部資料裡面呢可以看到Excel 我們可以從Excel裡面的把 我們的工作表 匯入到資料庫裡面變成 資料表 在SS的單位叫資料表 在Excel裡面叫工作表 那實際上 他們之間的 關這個這個結構其實還蠻像的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外部資料匯入進來呢 首先的話 找到外部資料裡面Excel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會問你說 你的檔案在哪裡 瀏覽一下 我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的桌面上 桌面上呢 你剛剛練習那個檔案 我剛剛練習的是在 這個 這個檔案 那把這個檔案選舉之後的話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他會偵測 裡面的工作表 比如說裡面有一個工作表叫地址 就原來的嘛 那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會產生有 這幾個欄 這幾欄 包含這些 你就按下一步就可以 下一步之後他問你說 第一個欄位 第一 第一列 是不是欄名 是 沒錯 那這個地方預設的打勾 下一步 再來問你說呢 你這一個每一個欄位呢 他的資料的類型 是哪一種 特別注意 那個 資料表跟工作表最大不一樣就是 你的Excel 反正你給他什麼 他自動會幫你 給一個資料類型 他不會問你 可是呢 在那個 那個SS裡面的話 他要先界定一下 比如說呢 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文字 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什麼 是數字 數字的話 知道類型 你就可以用什麼 這邊有個整數 或者是什麼呢 單精準數 或者是雙精準 其實 特別注意 整數和長整數的差別 只是說 如果你用長整數的話 你可以放比較大的數字 那整數的話是放比較小的數字 他的 我記得是這個地方整數的話大概到三萬多 如果你會超過三萬多 請你務必要用長整數 好 好